但是如果你捨棄對方,有名的,我會恰比 那你失去菩提心 好人,好善下人,好男人,好男人,好女人 女人可以發菩提心,名為大丈夫 男人發不起,菩提心叫小女人 那你自己決定吧,因為佛性是平等的 菩提心沒有分鬼,鬼可以發菩提心 天人也可以不發菩提心,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在超度 若有見魂者,吸發菩提心 希望我們超度的對象,特別軍人 軍人他就是要打仗,打仗 我們要告訴他,正確的戰場 戰場是輪迴,如何讓所有眾生脫離輪迴 但是你要讓眾生脫離輪迴,你要戰勝你自己 戰勝自己的我執法執 戰勝自己的貪嗔痴,戰勝自己的煩惱吸氣 那你能夠戰勝自己,你才能夠幫助眾生脫離輪迴的戰場 但是啊,告訴所有軍人,是沒有對立的 世間的戰勝是,這一邊那邊,我國你國,我黨你黨 那佛法的戰爭,那是沒有對立的 就像佛陀說了 我以無量劫的精進,征服了,戰勝了我的貪嗔痴 我用慈悲,征服了世界 而且對他來講,對每一個佛來講 他這個戰爭永不停止 因為也代表他的精進永不停止 所以我想這個每個人都應該 這樣去發願 所以當然 看到月曆,今天什麼日子 那我們就轉這個心態 這樣啊 所以我想,並不是因為我們佛教徒 然後就看不起神 如果一個佛教徒看不起神 那這個不是真正佛教徒 眾生平等 那神也有佛性 所以如何讓這個神,就像一個有錢人 有錢人讓他學佛來護持上保 不是很有力啊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站在個人階段 那有錢我還不理你 因為你不關心他,你只關心你 站在大乘六道眾生 我們都要去贊叹他,水洗他 開發他的佛性 所以要礙語,要講好話給他 布施愛語 所以有時候我去土地公廟 坐下來我就去買金座 啊,師父你也買金座 想說你也可以買,我可以買 你不是佛教徒買,誰說的 別人說的 那叫做慶財公公 我買你給他,有啊 我買秀土地公給他,有啊 我買馬上好兄弟給他,有啊 這不是各個佛法 這樣他會買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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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所以為了要佛法救星 那各位,你回到家要賭你太太,賭你先生 賭你媽媽,賭你兒女 賭大樓管理員 所以你往上這一條送給他吧 為什麼大樓管理員,為什麼你要送給我 這條掛了齁,騙我都要弄不到 子彈,不是真的還假的 我沒有跟你騙 我們講的還是懶散 這個力量太大了 打破地獄 所以問題是,你怎麼樣去接近他 當然光這種這個還不夠啊 不過月底還要送送鈔票啊 你辛苦了,我給你加薪,給給你五百 他永遠就做你的衛兵 看著你,我沒賭 念我大聲,我五百 阿拜,他不是對你念的 每一個出來都在念嘛 所以這個就是你的方法 你不能說,那我就不想接近他 搞不好管理,對吧 所以人一冷酷啊,一對立啊 那這個人就不算在修行 修行,他就要目的要用各種方法 去讓眾生歡喜,接近你 因為你喜歡佛話等等等等 各種方法 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講這個 佛陀八十種殊聖向好姻緣 各位前面的花好不好看 就是要好看它才叫花 可以放在佛前 這個就是慈悲 所以人要好看 外表要莊嚴 講話要好聽 心要好 這個叫大乘佛教 請問阿諾漢要不要插話 Man 阿諾漢插話幹嘛 阿諾漢是解脫生死就好了 所以這個叫小乘 這個叫各自 但是大乘 佛陀講法只有一乘 眾生皆因乘佛皆可乘佛 所以每一尊佛莊不莊嚴 莊嚴 愛漂亮嗎 不是 為了眾生 為了眾生 所以各位在這一點 講這個都很容易 各位自己看就好 但是 為什麼要強調 要去做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這跟我無關的 我認阿彌陀佛教 這跟我無關的 我過了蠻快樂的 那你想的都是你自己 你從來沒有為眾生 所以各位今天要把這八十條 當作 連下來 菩薩的戒律 生命的實踐 你一定要去做 你不能說 很多人把佛法切隔了 我就專門讀這個經典就好 其他我不管 我專門修遺軌的 我其他不管 我喜歡 修的大手印到一面空性 我其他都不管 這個把佛教給切壞掉了 這個叫執著 叫法執 有認為 哪一個方法我喜歡 哪一個方法 你沒有平等性 那就偏掉了 但是 成佛呢 沒有一樣 你不莊嚴 不會的 沒有一樣做不好的 所以這個裡面沒有秘密 但是卻要去實踐 邊講各位邊看自己 好不好 誰都在那邊看 你要尿尿長個心 我指甲怎麼黑黑的 賣了 你好好修 你不能說這 跟我沒關係啊 那你就 你很不負責任 這不行 一定要畏對 所以那天有個菩薩說 來施物所給我看一下 我看什麼 你下面有沒有黑黑 這什麼意思 殺夜中 哎呀 哇原來要白的才行 所以 那這樣對我提醒很大 我都會看到黑黑 我就趕快擺 懺悔懺悔 生生死死不殺生 這樣 人在輪迴的過程裡面 一定有這些的 所以 所以第一條 我們大家一起念 來 指甲潤澤 魚無量是 常給別人所需要 喜愛的事物 幫助別人安樂 故今世 指甲又薄又長 顏色光潔先進 看一下 有沒有光潤 有沒有又薄又長 為什麼呢 因為啊 不是光一世 生生世世 是給別人的需要 你喜歡什麼 我給你什麼 讓你快樂 好不好啊 喜歡的東西 而且一直想辦法 想要給別人快樂 幫助別人快樂 所以我剛剛把這個五色線送給你 不得了 以後我五個顏色 人家女生喜歡擦 五個指頭 五個顏色 這個本來就要修 我們在修 歐木鈴鈴手哈的時候 還要觀想 五個手指頭 出現五色乾露 就是這個五個顏色 這個要修的 所以你在打手印的時候 我們手指頭都在放光的 那你這個要真的 真的去觀修 這個要養成習慣 第二 念一下 手足指圓 魚無量是 常以善解人意的態度 對待別人 故今是手指和腳指圓滿鮮長 又雌又軟 十分好看 看看腳指頭 我手指頭 裡面圓圓滿滿好看 所以圓滿鮮長 又長 前面圓又軟 好看 然後咖 軟幾八糟 我就泰國 泰國女人 跟我們的手指頭 腳指頭都不一樣 他們不能穿高分鮮 因為他們從小都刺腳了 長的就是不一樣 所以 那是你修行不一樣 佛陀的腳指頭 莊不莊嚴 莊嚴 沒有一個地方 不莊嚴 這樣別人就會更 哇 羨慕 對不對 哇 這麼莊嚴 那基尼佛這怎麼修的呢 對不對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如果問我 你問我佛法是什麼 就是從頭到腳 讓別人都覺得 你好像沒缺點 這樣了解嗎 唱的好 寫的好 說的好 煮的好 煮的好 那樣樣都好 從你身上出來沒有一樣不好 講話沒口臭 身體發香 不洗澡更香 為什麼 因為佛陀的毛細孔 佛陀最大的香味不是鼻孔 是他每一個毛細孔 你只要看到他 就像成香 我故意今天帶一個 不香也要帶個成香 成香不是給自己聞的 Hulipi 就像灑香水給對方一樣 所以佛陀的手跟腳 指頭都好看 長緣柔軟 為什麼呢 余無量是 體貼別人 善解人意的態度 對待別人 所以我想各位 這個裡面講人 事實上是眾生 所有眾生 當你去洗澡 哎呀 張嘆出來 哎呀 一波當家 沒人爭 這個吃什麼的 那個吃什麼的 我們都要給他招待啊 要親手才拿給他 布 流浪狗也好 這個鳥也好 現在我們做 絲絲甘露也好 一直去發明創造 更好的味道 讓隔壁 都想說 沒聞到睡不著 對不對 要點到 你怎麼還沒點 我聞了才睡得著 不是說 一斤咬著 我睡不著 那你要去想辦法了 所以 怎麼樣做 會更好 所以我想 在這一點 善解人意的態度 各位要練習 所以 以前老師說 像我師父說 這個以後要來出家 以前我是開公司 搞業務 我們很多業務員 我師父說 這個要出家 先到你們公司 業務做得好再來 有人緣 賣素食賣到賺錢 他才來 才有道理 開素食 開到倒定要來出家 完蛋了 我們也會倒定 你連世間法都做不好 你做佛法 所以我想 業務員 你推銷的東西 只要是不傷害別人 那你如何推廣得很好 這樣子吧 那當然這個人就這個 善解人意的態度對待別人 別人呢 歡喜接送你的東西 買你的東西 買你的東西 就像現在很多人在做紙銷 有些人做到發財 對不對 但他們會推廣 那些搞保險的人 沒有什麼產品 你的壽命就是我的產品 一張紙就可以賺你很多錢 但是問題 他怎麼樣的結金 這一點我這樣強調是希望大家 不要說我吃素啦 我學佛啦 我出家啦 反正我就是 奧賭賭 那就講不下去了 對不對 因為你不想發福利心 就違背菩薩界 這一點你叫 開始去練習 所以各位你今天回去 你老婆說 老公你回來怎麼變啊 善解人意 還帶著我喜歡吃的回來 海盜師傅說的 給我推銷一下 下回你趕快去 他跟你來 你要開始提貼對方 所以 我想這裡面講的都是對方 滿對方的需要 滿對方的心 因為這個手 是一種接觸對方最快的方法 所以我師傅說 手向莊嚴 一舉手 全部人都皈依你 這個手代表皈依的對境 那因為 像我們 要去講心說法 如果對方 看到你不想皈依你 不想聽你講法 那就 沒用了 那這一點 為了如此 各位 我 我故意把它放成白話